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 是有一点挂爱 有一点痛苦 看他的表情 当然一个有善根的人 我们稍微开导一下 哎 就把善根给启发起来了 启发起来以后他就提佛号 提佛号以后呢 哎 他的相貌就改变了 非常安详 我们感到佛光的照射 我们真的感受到弥陀本愿的射受 对他身心世界的射受 看他安详的样子 所以他果然在安详的样子中往生了 所以我从信公的实际例子 我得到一个答案 林中他是两种力量的结合 自立跟他立的结合 你自己要先冲过烦恼这一关 你自己要先提起善根 那么只要我们把佛陀的光明 引到我们身心世界 那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就是佛力的问题了 但是前半段是你自己的力量 我们林中的时候 前半段是靠自立 后半段就是靠佛力了 但是你前面的自立 如果没有做好 佛力就不会现前了 就没有佛力可言了 所以你说净土宗是他立呢 还是自立呢 两个都有 我认为净土宗应该合理来说 是自立跟他立的结合 两个力量的结合 因为你起颠倒 阿弥陀佛想进来都进不来 你的心根本没有准备好 众生心够静 菩提影线中 你的心乱七八糟的 它怎么进得来呢 两个磁场不一样 一个是颠倒妄想 一个是清静庄严 这两个怎么能够随顺呢 我们达不到佛陀的境界 起码你要随顺 相应 你的心要随顺于清静 相应于清静 就算我们不清静 至少要跟清静的法随顺 所谓的正面分明 所以净土宗是自立而带动他立 以心力带动佛力 这样的解释比较全面 我们做好准备 把佛陀的功德引进来 然后剩下就是佛陀 帮我们射寿 开导 把我们带走 我们做的是前半段 后半段是佛陀做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